鄂尔尼諾現象時到過去兩個月來 各地天氣酷暑難耐 農場機支也因為高溫難耐 死亡率翻倍 雪安兒一座農場每天死亡的機支 從原有的10到25支增加到20到30支 雪安兒 機農協會主席 莫哈莫·穆扎里指出 目前肌肉供應依舊充足 不過基於成本上升 每公斤肌肉的價格 預測將調轉以令吉左右 正常氣候下能夠推出市場的 成績飼養期為34到35天 不過因為天氣炎熱 雞群食欲缺缺 飼養期延長2到3天 雞農也必須每天耗費額外60令吉的費用 購買冰塊 為雞療降溫 營運成本大幅度提高 目前菜市場雞肉進貨成本 從原有的每公斤5令吉 一個星期內漲價兩次 增加到接近6令吉 雞肉價格將會在1令吉價格 區間內持續浮動 每公斤都會在1 購買冰塊